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嗨 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 大家好 我是林海洋 来到了我们2023年的农历九月了 十二神校的运势大解析 希望大家好好地了解一下 未来呢 这个月呢 当中你到底需要注意些什么事情 还是你有什么喜事临门呢 好 我们来看一下 好 农历九月任序月呢 国历十月十五到十一月十二日 那我们接着下来呢 来看一下 2023年其实下半年要开始触底回稳 是一个高潮迭起呢 动荡的时局 那胜败荣沽呢 都是在一瞬间 那到底所有生肖里面呢 哪些生肖要特别注意什么问题 我们来一一为大家解答 这个月呢 刚好走在旭宫 旭宫呢 银五旭呢 刚好是三合 本命月是农历的九月 有没有看到 旭的位置就是在这个位置 这个是农历的九月 每一个人都一样 上至达官贵贤 下至一般百姓都是在这个位置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呢 堆路呢 坐在亥宫 老鼠的位置是堆望跟剑刃 丑的位置呢 牛的位置是三煞 然后呢 老虎的位置是三合 这个叫三合印 老的位置呢 是六合跟堆跪 成功呢 就是正冲 我们这个月呢 属龙的是正冲 属蛇的呢 有堆跪 然后属马的是三合 属卫的呢 属羊的是三煞 那接下来属猴的是堆长生跟堆马 那有的话呢 是破月 我们这个月呢 农历是破月 流年上来讲的话是破月 少写了一个破月没有关系 现在跟大家讲一下 就是有的位置属 鸡的位置是破月 好 那我们接下来来看一下 农历九月是任序月 指挥读书里面是天良化路 指挥画拳 卓服画科 五曲画记 五曲星代表财星 代表五粒 那画记代表什么 五粒秀的了 那就是说我想跟你比脚肪圣的 我们等一下一一来跟大家解释一下 然后2023年流年的鬼保年呢 破均劃入聚门化专 太阴化科 贪狼化记 看到没有破均 WARG 是一个改革的一年 我们2023年呢要 走到一个破均年 破均年就是要改革 贪囊化剂就是代表五毒缠身 五毒撒遍全世界 所以贪囊剂也是代表五毒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 贪囊化剂加五曲化剂容易引发什么事件呢 第一个病毒扩大变种 所以我们现在全球有六种病毒 台湾也是六种病毒 这六种病毒一直不断的在扩大 还有新的病种病毒开始出现 接下来的话 抢劫偷盗猖狂 所以抢劫的案件 因为五曲心加贪囊心 就是抢劫偷盗 越来越猖狂 大家为了生活 没有钱的人很多 那这些人但是不法分子 刚好趁机而行 那接下来 毒品枪支泛滥 看到制毒的 台湾也是一样 制毒非常之多 贩卖毒品的 然后贩卖枪支的一大堆 而且是涌枪自重 很多为了寻仇 就是不断的在买地下的枪支跟毒品 那涂害很多年轻人 非法入境会扩大 很多人为了逃离他本命国 那所以呢 比如说国家现在非常穷困 工作不容易早 而且呢 有很多人想赶快离开那个 已经脏乱不堪的 没有未来的国家 所以非法入境会扩大 每个国家都一样 股市房市的崩盘 最近的股市房市真的是很不好 中国恒大开始引爆了 第一波的房市的崩盘以外 当然股市受到很大的影响 很多上市公司呢 现在呢 已经都停摆了 好 那除了这样子的话 民生物资还有剧毒 除了物价高涨以外 还有剧毒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很多的剧毒的一些民生物资呢 添加了很多非法的 没有人道的东西进去 比如说连鸡都注射 连牛肉也注射 连猪肉也在注射 真可怕 那接下来呢 还有什么剧毒会发生吗 大家在选择民生用品的时候呢 生活物资的时候要特别小心 好 海公运出大问题 海公运出大问题呢 在之前上个月 我已经做了大议员的时候呢 要小心飞机失事 而且有政要人物死亡 结果呢 前两天发生了呢 飞机失事的案件 里面呢 几个人都是 国家级的政要人物 也就全部罹难了 所以呢 海空运也会出问题 也代表说我们在运输上面呢 很多的问题呢 开始呢 天气的骤变 那也影响到飞机的 飞行安全 包括海运的安全 都会出现大问题 在这个月 政治圈引发的金融风暴 好 政治圈现在呢 是狗咬狗一嘴毛 台湾也一样 全球都一样 狗咬狗一嘴毛 然后呢 更来引发金融风暴 他们都无心呢 把这个 所有的经济议题呢 搞定 结果呢 大家都争权而夺利 啥事都干得出来 海空军注意出状况 因为呢 天气的作变呢 以及呢 吴曲 吴曲心他是竞争的 所以呢 这个海空军容易出状况 台湾也一样 好 然后第十个呢 诈骗集团横行翻新诈树 他会用这个假的债权去 法院呢 搞定支付命令 你的房子 你的钱 恐怕 房地产恐怕也都会被 这些诈骗集团搞垮了 你可能身无分文 很多人呢 并不晓得这件事情 我跟大家特别讲解一下 第一个呢 他用假债权就是 没有真正的借贷关系 而去法院呢 申请支付命令 如果你二十天以内呢 你的户籍不在那边 你没有收到 法院的支付命令 超过二十天以后 你的房子就会被扣押了 就会变成真扣押哦 那所以你要特别小心了 接下来呢 我们本命月属狗 本命月属狗 我刚才讲得很清楚 10月中旬以后呢 火星移动至天蝎座的强势位了 这个火星的移动呢 是非常强大的能量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呢 火灾呢 不断的蔓延在全球 那基本上的话呢 他在强势位呢 发生很多的爆炸案啊 火能量大爆发 这个就是火星在13号开始 在天蝎座有 大家都开始产生一些危机感 那要十足防损失 那直到11月24号呢 就是我们这个月当中呢 到12月呢 需要弥补 搞定很多事情呢 比如说你钱财不够啦 要弥补啦 或者呢 你的资金不足啦 那当然呢 离婚啦 拆火啦 那合作关系大声变 所以呢 这个运势都跟钱有关系 那也代表说 我们在这个时候呢 妖孽横行哦 好 农历的9月以后 能够慢慢挥舞吗 这个月叫财库月 那财库月 大家都在检视呢 自己的荷包到底怎么样呢 好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政治能量是特别强的 而且火爆气氛越来越 没有办法 让这些政治人物 有点理性了 完全没有理性的一个方式了 他们在任何的打压上面 都完全失控的 好 那这个月呢 冥王星开始要顺行了 水星呢 在10月12号开始进到天蝎座 所以呢 我们可以看到呢 整个呢 水火呢 之灾特别的严重 像纽约的大暴雨 然后呢 纽约变成了水香泽果 纽约呢 又像尼加拉瓜大瀑布一样的 所以呢 我们可以看到呢 很多的国家 开始面临的更大的问题了 好 这个月呢 三合是马跟虎 好 那我要跟大家讲一下 马跟虎的三合呢 代表说 这个月呢 属马跟属虎的朋友 开始要大要劲了 那最主要的话呢 这个我们现在有六星在变动当中 整个呢 我们的七大行星 九大行星 里面呢 有六大星在变动 而且都是非常压力的这些主星 第一个呢 是明王星 木星 火星 水星 土星 天王星 都在变动当中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呢 在紫微朵树里面或八字里面呢 三合马跟虎 这两个生肖 这个月开始要转运了 之前的不顺呢 慢慢的就会开始顺了 那你要度过那些困境哦 比如说人际关系的违和 或者呢 工作压力的一些崩溃 你都要小心一点去应付 这两个生肖呢 不是立刻好起来 而是慢慢好起来 我想呢 在这个月当中呢 你们这两个生肖要加强了 六合再吐 今年是太岁年 那太岁年呢 本来就是呢 要犯太岁 要面向阳光 把不顺的阴影呢 抛开 是你人生的被占年 那属兔的跟 那个属鸡的都是被占年 好 任路在害在猪 好 猪的位置叫西北方 西北方的话呢 我们要特别注意哦 西北方今年是五黄煞位哦 而且呢 是有做空王位哦 也是代表空王 五黄煞也会走空王 然后呢 要更小心的是 白虎心入在属猪的位置 所以呢 三大煞心呢 搞得属猪的呢 就算有钱的话呢 也要特别小心 诈骗集团随时在你身边哦 好 那么接下来 威贵在蛇跟兔 好 这两个生肖呢 已经哦 啊 不足了 大半年了 所以呢 这两个生肖 因为蛇的失业功在鸡 你看今年太岁正充的鸡 是不是呢 就是破月嘛 那破月呢 在鸡的位置呢 代表说 你看起来好像很努力 但是呢 是不是方法有错误呢 所以呢 这个月开始呢 有贵人的出现呢 也代表说你在这个月当中呢 可以慢慢的转好运了 好 堆忘在老鼠 老鼠今年呢 财心落在老鼠的位置 堆忘在鼠 但是呢 老鼠这个月呢 要注意哦 有点力不从心 然后接下来堆长生在猴 猴子呢 如果你有生病的迹象呢 这个月呢 开始健康会好起来 心理的健康也会好起来 很多人压力症啊 忧郁症啊 躁郁症 都在这个月呢 属猴的朋友慢慢的 找到好医生呢 也慢慢让你呢 平复你的心情了 好 健康也会好起来 这个月 正冲属龙的 好天气要存下雨凉啊 属龙的在这个月当中呢 应该要特别的谨慎了 力往狂澜呢 这个呢 这个沉稳的涨舵 你这个方向不能错误了 今年呢 人际关系虽然不错 财运也算好 但是呢 烂桃花很多 而且人际关系的问题呢 也会继续在这个月当中呢 出现的充客 三煞在牛跟羊 这两个生肖呢 要特别注意哦 三煞心代表什么意思呢 就是 以己之毛攻己之盾 这两个生肖呢 为了钱不择手段的人 要特别小心了 你可能把人际关系弄明了 然后呢 或者呢 过于自大自狂的人呢 在这个月当中 你开始出现了 人家对你的不佳的评语 那这个评语呢 也会让很多人离你而去 那不是公司的人 是外围的人 你本来跟你很好的朋友呢 也会跟你离开的 那如果是夫妻之间 也会产生三煞 就是互相攻击 三煞也是互相攻击 所以呢 杀到自己嘛 你攻击别人 你就杀到自己 所以这两个生肖呢 在这个月当中呢 要特别注意三煞心 贱任心在老鼠呢 你是一个呢 偷懒的人吗 如果你是一个偷懒的人 那你就没有办法呢 在这个月当中呢 有更好的运势了 因为贱任在老鼠 代表说 你可能呢 会常常呢 跟长官之间的冲突啦 或者跟家人的冲突啦 贱任心也代表意外之灾喔 所以要特别注意喔 好 接下来 我们来看一下老鼠 刚才讲过一件事情 老鼠呢 在这个月呢 是因为有贱任心的关系喔 工作上有旺气 但力不从心 那贱任注意健康意外 而且还要注意烂桃花 好 老鼠呢 在这个月当中 是有堆旺建认跟红雁煞 男女都一样喔 农历的九月男女都一样 那今年的流年呢 有堆入三行 静旺 所以呢 但是假年 比如说73年的老鼠 就很不错喔 因为呢 假年的人呢 是带旺气的 那其他人进入在乙年 乙年的人就比较好一点 带财 好 接下来的话 老鼠呢 我们来看一下 工作上虽然有旺气 但力不从心 建认呢 要注意意外健康的问题 还有防烂桃花 因为呢 有红雁煞 那我们在职场上面的关系呢 要特别注意喔 你是不是常常跟你的老板啊 部署啊 甚至你的同事经常有些纠纷啊 因为有见认心喔 所以呢 力不从心的事情会越来越多 所以这个月呢 我们还是要特别小心谨慎一点 另外的话呢 如果跟人家合作的话 要小心 刚初期很好 后面呢为了利益问题 要有很大的冲突 所以呢 不管如何的话呢 你要跟人家合作 那你要特别解释 或者你去投资一个什么标的物 比如说你投资基金 结果呢 你的营业员呢 没有告诉你很好 没有告诉你 真正的内幕状况 所以你们开始为了利益起冲突 因为有入存心在你的流年 所以容易为利益起冲突 跟金钱有关的纠纷会特别多喔 好 那工作上虽然有待忘记 如果你尽心尽力的把自己的工作职场上的问题处理得很好的话呢 可能还有呢 得到意外之财 这个意外之财就是奖金bonus 所以老鼠在财运上面呢 要特别的加强 那加强的管理呢 加强财务的管理呢 不要太异想天开 所谓的异想天开 就是说我上半年都还不错 下半年就加码投资 因为下半年对你来讲并不进行很好喔 所以呢 这中间的起程转折呢 会比较大一点 尤其是你会误判情事喔 所以呢 在金钱上面呢 老鼠要特别小心 好 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你的爱情运 爱情运我刚才讲过 有红艳煞就是烂桃花很多 已婚未婚都一样 尤其男性朋友要特别小心喔 2024年的太阳化季星 已经开始接气了 所以呢 男性的朋友呢 容易碰到那种 只为了钱呢 不择手段的女人 那男性朋友呢 特别小心红艳煞 缠身以外呢 还破坏了家庭 损失了钱财 那可能还要面临打官司的问题喔 因为煞心来临嘛 这煞心来临 那搞得你身心俱疲喔 所以影响家庭的运势 如果已婚的朋友呢 也会闹家庭革命喔 好 那未婚的朋友呢 红艳煞破财也难消灾 可能还要继续去打官司 好 因为煞心来临喔 他根本喔 不择手段的 那这个完全要特别的小心 女性朋友如果碰到红艳煞的话呢 代表说 你是不是失婚很久了 或者呢 你内心太空虚了 你要特别注意喔 红艳煞也代表让你会破财 伤心落泪的事情很多 那对于已婚跟未婚的 都有同样的煞气 所以呢 请大家务必在感情上面要小心 另外的话 我们来看健康 刚才有讲过一个注意 健任心代表健康会有意外 那么开车族上山下海的朋友呢 喜欢爬山的 或者做海上作业的 做高空 像是建筑业的 你都要特别注意喔 意外之灾 弄不好的话 爬山都跌到谷底去了 那就山崖要小心 所以呢 上山下海的朋友呢 要特别注意啦 尽量不要呢 去爬山啊 下海去游泳啊 这些对你来讲 都会产生重大的意外 例如抽筋的问题会开始产生 那至于其他的健康问题的话呢 因为老鼠 老鼠有鹿水星 虽然呢 是有健康上的意外呢 但没有损害到生命的危险 那倒还好 不过呢 比如说开车族 因为杨任星下来 本来是插撞小事情 下来以后火气很大 就吵起来了 吵到对方呢 拿起棍棒追打你 你看杨任星倒不倒霉 本来没事情的 结果呢 你火气很大 他对方火气很大 搞得呢 两败俱伤 还有闹上法庭 然后你可能呢 有生命受伤的危险 好不好 所以呢 老鼠在健康上面 要特别注意意外之灾 那除了这个意外以外呢 还要特别小心一件事情 比如说 这个月呢 是贪囊化剂 性神经衰弱 不管年轻或年纪大的人 都一样 可能呢 就是 已婚的朋友呢 夫妻之间 没有办法 非常和谐 那性神经衰弱 对那种 夫妻之间的感情 会有很大的伤害 所以要特别注意 那另外的话呢 要特别注意 子宫病变 以及呢 社父线的肿大 这些呢 不管是中年或年轻人 都要特别小心 女孩子要注意流产哦 比如说你怀孕了 可能会流产 或者把孩子拿掉 千万不可杀生 千万不可杀生 因为孩子是 如果你不想怀孕的话 就请你做避孕 好 那接下来 我们来跟属牛的 属牛的在这个月当中呢 有金钱财务的危机 焦虑大增 业力大爆发 破财连连 小心健康跟意外 这个月对你来讲 非常要命 一个是三煞心 一个是三行心 人和失去的人和 财运失去的财运 工作上呢 又很不顺 你忽然间呢 跟老板呢 起冲突 跟主管呢 阿Q了 或者跟你的同事呢 状况连连 结果把自己的 好好的工作给丢了 三煞三行呢 他容易在你工作上面 丢掉你应该得到的好处 所以呢 你想跨业跨界的话呢 也没那么简单哦 如果你已经做了跨业跨界的事情 离你太远的事情 不要呢 做白日梦哦 因为呢 三煞跟三行也代表说 你在做跨业的投资也好 跨业领域的工作也好 都会让你失败 而尝到破财的苦头 除了这个以外呢 还备受舆论的压力哦 所以三煞三行 在职场上面的关系呢 会产生一些 大家在背后看你笑话的状况 所以呢 属牛的朋友呢 在职场上面要特别谨慎哦 好 那除了这个以外呢 我刚才有讲过哦 金钱财务的危机 而且焦虑大增哦 你开始发现 哇 花了好多钱 投资私利 然后呢 投资这个也不对 业外的投资也不对 你想斜杠人生吗 千万不要 在这个月呢 要赶快呢 收编了 如果你不再收编 还继续做白日梦的话呢 请你务必要小心 你的破财运能会越来越严重哦 而且呢 可能呢 一千万剩下一百万哦 非常非常要命的破财 所以你的这个精神状况会不太好 因为金钱损失太大 焦虑就大增嘛 工作也不顺 财运也不顺 是不是会焦虑大增呢 所以呢 农历的九月 请你要特别小心 工作事业上面 不要业力大爆发 那再来的话呢 因为破财连连嘛 所以你的健康就开始出现了问题 比如说 夜不安眠啦 睡不着啦 焦虑症来啦 所以呢 你都精神疾病也开始来了 然后呢 要去看精神科医生 如果你开始产生精神病的话 就常常 无缘无故的骂人啦 或者看人家不顺眼啦 或者觉得说 你这个事情怎么 都常常都做不好 其实是你自己做不好 结果呢 都责怪别人哦 要特别小心 好 那在钱财上面 我刚才讲过了 你的钱财的投资 在前面已经布局好的 做已经做的 都已经结算 帮你的业力结算好了 就是大破财 所以你要继续加码 千万不可 千万不可 要stop 然后呢 这个设停损点 在金钱上面要设停损点 如果你还在继续做白日梦 那我只能说 对不起 你看你有多少家产 罐罐 你可能都要赔到 一半以上了 可能还不止 可能剩下十分之一 十分之二 所以属你的朋友呢 千万不要夜良之大 做白日梦 好 那接下来呢 我们来看一下 你的爱情运 有三煞三行 这个呢 家庭里面呢 这个 贫贱夫妻百事哀 没钱嘛 那总是呢 问题就来了 还是要缴学费啦 补习费啦 家庭的贷款啦 车贷款啦 水电啦 生活费啊 搞得你乌烟瘴气的 家运就会越来越衰败 那可能呢 你有一点钱的话呢 还可能就是要 面临到卖房子啦 或者再拿房子去抵押借款啦 这个问题呢 夫妻之间的感情就越来越不好了 所以呢老婆或老公都会责怪对方说 你为什么这么会花钱乱投资呢 又来了 这个问题呢 就会慢慢的产生冲突 而这个冲突会越来越加剧喔 这个月几乎都会天天呢 在争吵当中过日子 那么你要不要先事先布局好 小心一点比较好呢 那未分的朋友呢 总会碰到一些呢 就是呢每天都算计你的朋友 你的异性朋友同性朋友 所以呢 你在感情上面也是非常没有那么的好 那三行三煞一旦降临的时候 代表什么呢 要除辨不尽 然后呢要卧心肠胆 然后呢最好自己呢 好好的思考一下 到底哪个地方出了大差错 这才是你的当务之举 那接下来我们看健康 健康上有三煞三行 可能有些小毛病需要开刀的 甚至动大刀 比如说心脏血管 要去做什么支架啦 或者呢 这个耳鸣啊 然后呢耳朵出现了大问题啦 住此类的问题就会越来越多 或者呢暴瘦暴肥 可能也暴瘦暴肥 让你的整个呢 内脏呢出现了大问题 包括那血液循环都出现了问题 所以你特别要去看医生了 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舒服的 舒服的这个月呢 三合狗 而且带文昌运哦 所以呢你是一个转运期 舒服的话呢 六合猪的堆路呢 要加强专业进修 因为有文昌嘛 文昌代表贵人哦 所以这个月当中呢 你是有贵人的扶持 那贵人是在哪里呢 因为这个月的贵人是女性 女性的长官啊 女性的家人啊 妈妈 祖母阿姨之类的 或者呢姑姑 或者呢女的女性的朋友 女性的长官对你来讲 帮助都会很大 年长比你年长的才算哦 要比你年长 为什么呢 这个月呢 因为天良化路的关系 所以跟年长的女性人 女性的亲人 亲戚或者呢 家人以及你的长官 都是跟你的朋友 都是比你年长的 那跟他们好好的去 透渴一下 让他们呢 听听他们的意见 对你来讲 帮助会更大一点 天良 天良代表长者嘛 化路代表什么 这条引线是从长者而来 不管你在工作上金钱上面 都从长辈而来 那这也代表说 你在这个月当中 其实是可以 好好地重新进修 比如说你专业不够好 你就加强专业 你如果说你做企划案 做得不够理想 老板老师觉得企划 你利落了 那就赶快去学学 怎么样做企划案 那你要冷静下来 这个月呢 因为三合狗 狗是财库哦 你要检视你的钱财 你在工作职场上面 你的投资上面 你的事业上面 是不是有大破财 大爆发的迹象 如果是这样的话呢 赶快整顿一下 所以呢 在钱财上面的整顿 是非常重要的 那就是要学会记账 像我就天天记账哦 学会记账 比如说我支出多少 然后呢我收入多少 那我能不能cover 如果不能cover的话 你是不是要重新整顿 你的收益状况呢 还有你的支出状况 那就说哦 不要呢太过大手大脚的花钱 刷卡 眼睛都不看刷就刷 然后呢去花钱的时候呢 非常大方 然后爱面子 爱面子就失了理智 所以呢你的钱财 特别在这个月要特别小心 好那接下来投资上面呢 不要再大剌剌的去投资了 小心被小人利用 你前半年几乎都被人家利用了 利用到呢 自己呢身心受伤 那要怪谁呢 不长智慧 没智慧 你不能怪别人怪自己 所以要长智慧 文昌是代表呢 精神跟智慧要越来越好 所以冷静下来 才能够让你的智慧越来越好 好那休息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状况 稍微稍作休息 好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呢 你的爱情运 财运刚才有讲过了 就是你要开始呢 把账离清楚了 你投资了多少 借贷了多少 然后呢到底负债呢 还是赚钱呢 在这个月呢 提早做准备 好不好 八月份农历八月的下半旬 就要开始提早做准备 否则来不及了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你的爱情运 爱情运呢 是有贵人的 刚才讲过 如果你的对象是比你年纪大一点的 那都是你的贵人 女性的朋友都是你的贵人 我建议你呢 如果是有钱财上的问题呢 稍微忍一忍 不要大声的争吵 因为时局不好 如果她是你的贵人 你把这个贵人吓跑了 你再找不回来了 如果是太太是你的贵人 你把太太吓跑了 女朋友是你的贵人 你把女朋友吓跑了 再也回不来 你恐怕就要倒大门了 好 所以在爱情运上面的话呢 不要以为说 我再换一个会更好 不会的 你再换一个不会更好 因为你运不是那么好 所以是在慢慢转运当中而已 前面结算下来 你在上半年应该顺失不坠 非常严重 如果你有投资的话 或者你的投资事业 没有办法让你获取 任何的一些好处跟红利 微博的红利呢 顺失很大 代表什么 你那个窟窿是很大的 所以你们夫妻之间也好 感情也好 都因为金钱的问题呢 产生了纠纷 希望你好好的 自我体力跟反省一下 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你的健康运 老虎的健康运呢 基本上呢 如果你冷静下来的话 健康运有贵人的协助 所以呢 你可以加强锻炼你的身体 减肥啦 或者呢 把你的健康整理得更好一点 该看医生的看医生 该开小刀就要开小刀 好不好 所以呢 老虎呢要特别小心的是什么呢 因为呢 牛的位置呢 是三煞三行 那是在你的兄弟宫哦 三煞三行代表容易有意外之灾 开车骑车上山下海 高空弹跳都不可以 好不好 如果你是做那种 就是什么装冷器的啦 工程的啦 建筑工程的啦 或者呢打地基的 你都要非常谨慎哦 比较容易有意外之灾 好除了这个以外呢 年纪大的朋友呢 要特别小心一些健康上的麻烦呢 老虎最怕就是手脚受伤 手跟脚容易受伤哦 那再者的话呢 要特别注意的是什么呢 除了这个以外 我刚才讲过 兄弟公布好就是容易有意外之灾啊 开车容易出状况 比如说 跌到山谷 掉到山谷 那或者呢 在闪车的时候不小心呢 就卡住了 那容易有这种情况 所以你的车辆呢 要好好的去整修一下 好那我想呢 这个是你最重要的 健康上面呢 要特别注意呢 比如说救急复发 救急复发的话呢 就是因为你太忙碌了 所以呢 没有注意健康的问题 救急就复发了 所以请你特别小心哦 好那我想呢 前面呢 三个生肖呢 先给大家呢 做参考 如果有什么问题的话 欢迎在下方留言 然后呢 我想呢 人生呢 都是在 在这个变局当中呢 我们不断的新的挑战 老虎要做新的挑战 听取别人善意的建议 好 谢谢大家 帮我按赞分享 开订阅下小铃铛 拜拜 咸小铃铛 别人善意的建议 转发